追剧撸铁两不误 北魏人民 千万别让我出门 如果你的回答是没有的话 那么你一定或多或少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居家锻炼 来减掉隔离肥 去年春季开始 许多曾经只是被听说的居家锻炼公司 开始享受居家隔离和健身房关闭带来的用户增长 他们也成为了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资本疯狂涌入的赛道 系统内置的人工智能技术 能在运动组数和表现记录的基础上 对质量进行分析 以此来调整运动阻力 并根据运动目标进行不同训练动作建议 和Pilot一样 Tono上的教练也都是行业大咖 就在5月宣布以84.5亿美元收购 曾经创作出猫和老鼠 问世佳人和007系列电影的老牌电影公司米高梅 落后于时代并在2010年 宣布破产的米高梅估值其实并不高 但这次被亚马逊翻牌子 足以可见 亚马逊对其丰富电视和电影IP潜力的厚望 想要机身留媒体顶尖榜单的野心一览无遗